我觉得当韩国瑜市长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说 如果他被征询要不要选总统 他会说Yes I do 所以很多人就回他就说 到底是do什么do这样子 因为他这个Yes I do 其实他在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也告诉大家说Yes I do 就是说我会把这个四年任期做满 把做好 这个Yes I do 其实他在很多场也讲过 所以当他面对选总统这件事情来讲 他讲Yes I do的时候 就会产生至少对高雄市民来讲 是会产生很大的质疑的 他说他不是一个扭扭捏捏的人 但是我觉得我是同意 小伟哥的讲的话 就是说其实他在声势最高的时候 他对这件事情 反而是一个非常模拟两可 当他声势往下降的时候 他反而是说提出来说 他Yes I do 会变成大家很多的质疑 那我觉得韩国瑜市长 他面对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跟最大的一个挑战 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 我们如果把政治任务当中是产品的话 他其实是产品转型的问题 因为产品他以前打天下的时候 坦白讲那时候大家对候选人要求 特别是挑战者 特别是长期在高雄市 是绿营执政的一个地方 大家对你的要求其实不会那么高 所以你一个挑战者 你当然转型的 你那个时候的形态是 你要提出口号就可以了 甚至连愿景坦白讲 大家也不会那么计较 就是你只要提出一个口号 这个口号能够朗朗上口 打动人心 那其实大家就愿意给你 事实证明是大家真的给他一个机会嘛 他就货进来人出去 然后发大财 就大家给他一个机会 但问题是你这个产品 现在已经不是在进选期间的韩国瑜 你现在已经是当了快半年 高雄市长的韩国瑜 当如果你没有转型的时候 那我相信这个市民很多 就会提出一个质疑啦 你说你当初你要打天下是可以这样 但你治天下不能这个样子吧 我们从历史来看 确实很多台湾或者是国外 对一个商品也好 都曾经很莫名其妙 事后大家回想说 怎么会莫名其妙 在那个时段里面 大家会一窝蜂的去买一项产品 把这个价钱越炒越高 比如说在16世纪的时候 荷兰曾经发生过 郁金香炒作事件 大家那个时期 你讲不出任何理由 大家认为郁金香会 应该要一直涨价 所以大家拼命买郁金香 把那个价格 花的价格 炒得像房地产的价格 最后他当然是没有办法逃避 崩盘的这样的一个命运跟结果 但事后大家回想就说 那个很难去解释 那就是人心嘛 那个时候的人心 大家一窝蜂要去这么做 那台湾也曾经这样过 台湾在以前在 1980 1990年代的时候 曾经很多人在炒作兰花 那一片叶子 对我们外韩人来看 那个果然叫做一片叶子 对他们喜欢的那片叶子 就可以卖八百万一千万嘛 但我们现在回想起来 现在认为很不可思议 甚至有一点荒谬 现在那一片叶子在市面上 可能买一百块两百块就买得到 甚至了不起几千块就买得到 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是这样 甚至有人去抢劫 池江抢劫去乌 去到兰花间里面去抢劫 去抢兰花嘛 所以这个都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那个时候确实真实发生在台湾 十六世纪真实发生在荷兰 那为什么 那时候人心认为说这个花 这个蝴蝶 这个果然或者是郁金香会涨价 所以一窝蜂的做嘛 同样的道理就是说 从政治上来看也是这样 就是说韩国瑜在去年那个时候 政治卷取了一股非常大的一个浪潮 那时候大家认为说 也许你是抱着说 你不喜欢民进党也好 或者他的口号打动你也好 或者你认为说 让他去看看也好 反正那就是一股热潮 一股热潮之后就真的是 大家给韩国瑜当上高雄市长了 但是这个时候这样的热潮 也就像很多的炒作行情 他会消退的一天嘛 所以现在我觉得 从正面来看的话 韩国瑜现在的民调趋势 有点下降 我其实是蛮正面的啦 当我不是去唱衰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啦 表示说我们这个社会上 其实是有反省跟反制的力量的 对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是这样 有不少人都说台湾人都醒了 我觉得真的醒了 我就这几天在想象这个场面啦 就是过去那段时间 今天是很多的人去听一场演唱会嘛 那演唱会非常的 都很吵大家非常的 兴高采烈很嗨 但是你出来的时候问他刚刚唱几首歌 唱得好不好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因为场面太嗨了 所以他到底唱什么歌 大家也不在意了 但是事过境迁 过了一两个月的时候 大家回顾了放DVD来看 才会真正想说他唱得好不好 他唱的到底是什么歌曲嘛 同样的道理 我觉得这个例子不只放在韩国语 就是放在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嘛 就是说你提出了在响亮 在打动人心的口号的时候 其实特别是你现在来接受检验啦 韩国语现在你要转型就是说 他现在不能再讲未来事啦 比如说他今天在高雄市议会 接受咨询的时候 他又在讲未来事 讲高雄需要一个国际市场三四千亿 我说实在你这个 如果在几个月前讲的时候 还是能够打动很多高雄或台湾人的心 但是我相信现在他讲这件事情 对他打上问号的人会更多